今天來到京美溪 本來預計是要釣對面的 從這邊草下去 然後走到那裡 結果草那邊都淹起來了 就沒辦法下去 所以等一下可能還是去對面那裡釣吧 不過那裡有好幾個人在釣 反正今天大處都是人 這魚很多 嘿嘿這條全部都是魚 這下面就是烏魚 比較炮彈型的 嘴巴不接不接的 那個都是烏魚 這一群都是烏魚 烏鍋魚是比較扁平的 這邊超多的 不過沒辦法下去 後面都不好下去 所以今天還是去對面那裡吧 上次那裡 沒有辦法 水還沒有退 那現在走到對岸來 今天水真的很大 那個 本來是一季要去對面的 結果我就說那個草都淹了 走不過去 那對面這邊都沒辦法下來 只能從 從剛剛拍那裡 那裡下去 走再草過來這裡 結果這邊草就淹了 而且水也沒有把草沖走 所以幾乎也沒什麼路可以走 其實就勉強釣這邊吧 反正水催了第一天 也沒幾個地方可以跑 到處都是出大水 到處都是出大水 釣竹勒 都是一樣齁 1.5號線 然後1.5號的直線 7號白袖的五道溝 今天要加重鮮喔 今天鮮兩顆可能就不夠了 可能還要再加一下 今天加了這一顆這一顆 和這兩顆在直線上 因為都掉C掉的喔 就沒有這個 找不到這個大顆的 加小顆的 這樣就應該夠了啦 今天的水量大概就差不多這樣 後面這個加在直線上這個 不要離勾子太近 不然就會干擾雨漩 最少要隔十公分左右 今天一樣掉丹麥蟲 把這個舊的蟲用一用 等下就開了 剛在景美溪啊 大概能掉的點都有人站了啦 所以水也大 剩下的地方也不能掉 那掉的幾隻都小隻的 所以我就跑來清潭溪了 天潭溪今天這個水量還可以 不會很大 所以就在這邊掉啦 現在也是下午了 大概快一點了 等下弄一弄就開始了 今天 很久沒來 這個草長滿滿的 而且是這種會 會勾人的 不好走 可能都要走溪了 現在魚好像變比較小隻了 從上次整隻過後啊 底下都鋪平了 大隻都不住這邊 會用中小隻的 用這種中中的 用中小隻的很會吃啊 今天這個大麥蟲 是蠻會吃的 大概有80%都會咬 不過有的人 一隻花太小隻啊 或是 九斑型碎甲 釣的就是中小隻的 都這樣咧 中小隻的很會吃啊 這魚真的是蠻多的 而且幾乎都看得到 在耳後面衝啊 衝著 來 齁 不大就是了 這隻比較好一點 幾乎都看得到魚啊 釣這一段齁 大概釣了一個小隻 釣到下面那裡 這裡都 比以前小隻 魚是蠻多的啦 只有這兩隻比較大 就這兩隻大一點 以前都這種的喔 以前這裡都這種的 現在只有兩隻而已 好了 先放一放休息一下 今天拍的真的很不順利耶 本來想說 移到這邊來掉 結果整條都閃光 這樣沒辦法拍 掉是可以掉耶 可是沒辦法拍 只是一點點 先把它放下去吧 現在換去那裡好了 你得以看會不會比較不閃光 比較好拍啊 不然的話 真的是沒辦法 現在換到這個中森橋下齁 現在換到這個中森橋下齁 橋下面也都是人 喔 今天走到哪裡都是人 因為 可能外面的溪太多了 太大了 所以大家都跑到新潭溪來掉 所以新潭溪全部都是人 然後 本來要掉那一段 結果又反光 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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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掉 可是不好拍 拍的看不清楚 弄到現在四點多了 我摸兩下又要走了 走到哪裡都反光 走到哪裡都反光 東碎甲耶 這種邊邊小角可以掉而已 有的反光 有的水太急 有的反光 有的沒的 有的沒的 小吃火啊 欸欸欸 飛到哪裡去啊 今天大概都這種 今天應該是有史以來 剪不成十分鐘的 唯一一擊 走到哪裡都逆光 魚魚是很好釣 可是都沒辦法拍 我這樣都沒辦法拍 然後 到處都有人 能釣的地方也不多 大概四點多 這邊一枝花比較多 沒什麼特別的啦 沒什麼特別的啦 直接上一上啊 現在大概五點了喔 就掉了 大概 一點多來清潭溪了吧 大概中午去景美溪 然後不能釣 就轉來這個清潭溪 來這邊大概一點一點多 現在大概五點 所以大概釣三個多小時 我覺得蠻咬的啦 把它倒出來看看有多少 這樣啊 這樣啊 扣個多小時啊 看起來算蠻咬的 只是不好拍 走到哪裡都逆光 沒有特別大隻的 現在 大概這樣子而已 大概這樣 沒什麼比較特別大隻 很久沒來清潭溪了 魚好像喔 還好啦 不是變少 點變少 魚比較分散 好嘞 我帶上防水殼 有時候 我把魚身包含了 他應該會把魚餅 好可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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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